哈佛家训 幽默故事的严肃解读 女病人说 医生 你叫我把舌头伸出来 怎么你又不看了 医生边开药方边回答 我不是要看你的舌头 我叫你把舌头伸出来 只是要你在我开药方的时候安静些 心言自然 多言必失 在任何情况下过度发挥舌头的功能都会让人不安 少说话 多思考 永远不错 一个人向医生诉说 左脚疼得厉害 医生说 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那人立即反驳说 不可能 我的右脚与左脚是同碎的 为什么右脚不痛 反驳与争论常常起源于理解力不同步 不同步自然不共振 某人准备乔迁兴屈 很担心搬家公司将心爱的古董大钟碰坏了 于是亲自搬洞 当他吃力地搬着钟 走过一个个街区的时候 迎来了许多人的注目 一个小孩子一直跟在后面 最后小孩子实在忍不住上前问 叔叔 你为什么不埋只手表呢 无论多么大的钟 无论它多么古老 其实它最基本的价值是时间 大人们总是对生活化舌添足 只有孩子能够直直事物的本质 有一个人外出办事 到了目的地 发现没有停车场 只好将车停在马路上 他在雨刷下特意留了张纸条 我来此办事 一小会儿就走 回来的时候发现雨刷下多了张罚单 罚单下多了张纸条 上写 我也是 许多解释在现实中显得荒诞 可笑 且苍白无力 人各有各的立场 各有各的观点 各有各的目的 解释并不能消除彼此的不同 动物管理员对游客说 不必害怕 这头狮子非常驯服 它是用牛奶味大的 游客说 我也是用奶瓶味大的 但是我现在仍然喜欢吃肉 理由如果不是充分必要的 就不会让人幸福 信誓旦旦的保证 无法约束动物的本性 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能给我们一起事 有的人看见了 有的人视若无毒 看见了 而且进行了思考 有的人看见了 却无动于衷 生活给每个人的一样多 收获却不同 成熟不是说我们经历了多少 是看我们思考了多少